好 回到臺灣顧問團 那麼接下來的政治局面發展 還是一個詭譎多變的狀況 因為這期的柯建民 請王金平的官書案 引發的在自己的震盪跟波動 大家為什麼都要來承受 因為始作俑者叫做柯建民 我們請東華代家來看 柯建民這個原始的案件 叫做什麼 叫做全民電通的一個案子 但是很簡單的是 一審跟二審都說 你就是因為違反商業會計法 判刑六個月 一哥罰金十六萬兩千塊錢 其實就罰那麼一丁點錢 他也是不願意 他可以不去坐牢的 但他還是選擇關說 所以對他來講 這叫做品德道德的沦喪 還是說是習以為常 反正任何事情 電位卡這個就可以解決 這個叫做方便辦事 方便辦事 為什麼有多方便 你想想看 對柯總招來講 我拿到一個無罪確定 跟拿到一個 一科罰金六個月 商業快捷法背信 在名譽上來講 差別很大 哪一個會比較好聽 無罪絕對比較好聽 如果有一個什麼三塊法 背信 然後一科罰金六個月 雖然不用坐牢 對 可是總是有一些部分 就是違法 你就是違法 就是違法 只是這個違法的程度 不需要坐牢 所以讓你一科罰金 好 我們在整個柯建民 王院長他們這些官書在裡面 我們要學到一件事情 包括馬總統一樣 你為了一個正確的目的 一定要走正確的方法 對 對柯委員來講 大家注意一個背景就是說 目前最高法院 因為檢察官 這個我們講說爛訴也好 或者上訴也好太多 他們其實是越來越謹慎 也就是說通常檢察官的上訴 現在在最高法院被駁回的案件比例 是越來越高 是 尤其像柯建民委員 他是更衣審 他更衣審無罪 難能可貴 對他來講難能可貴 對 他如果能夠讓林秀涛放棄上訴 民生各方面都很好 對 那你要讓檢察官放棄上訴 最好的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官說 但是你要讓檢察官放棄上訴 有沒有最慢的方法 有沒有正確的方法 有 柯建民委員完全可以請律師 寫狀子給檢察官 因為柯建民是當事人 他是被告被告的權益 他如果委託犹太太律師 寫一個陳情狀給林秀涛 你可以告訴林秀涛什麼 第一個 最高法院對於檢察官的上訴 已經越來越嚴了 然後過去這個案子走到現在 我為什麼跟一審 要這個判他無罪 對 完全可以可以做的 這個唯一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你是陳情 所以他是不確定的 他不像說 如果由立法院院長告訴 抬高檢檢察長 有檢察檢察長陳守皇要求 或指示 哪一個快 哪一個慢 對 這對柯建民議員差別很大 是 因為你採取了不對的方法 這就變成醜聞 就變成醜聞 其實平行的論 柯建民委員這個案子裡面 到後面是對他有利的 可是 你不再去一個正確正當的方法 那他就會害死很多人 是 陪葬的是誰 柯建民議員就無罪了 完全沒事 可是陪葬是誰 檢察長 對 檢察官 是 整個檢察的信譽 對 然後再過來了 立法院院長 現在連馬總統 他們大家 全國都跟著一起陪葬 因為大家都不希望亂 可是 這樣子一個 演變成立法院院長 官說的時候 你就很難處理 這個是非的問題就出來了 是 所以我們會說 我們的民進黨變成一個 不論是不分是非的一個政黨 如果今天是蘇貞昌主席 你愛當總統 如果今天你是總統的話 你碰到了國會議長 你的國會議長 去幫在野黨 也就是國民黨的黨邊 來進行這樣司法個案的官說 學法的你要怎麼處理 你的處置方式會比 現在馬英九總統來的好嗎 還是你覺得沒有關係 官說習以為常 民進黨我們都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曲老師 我們這裡看到是政治人物的 醜陋的那一面 剛才宗豪直接用 這叫做醜聞 但是民進黨對醜聞視而不見 這個最大在野黨 怎麼越做越糟糕 所以剛才休息的時候 我還跟特別請教一下 我們沈大老 雖然站在他過去 是民進黨的立場來看 我也 我覺得 這個蘇貞昌的這個 他整個的政治表現 整個政治行為 政治表現 真的是有每況愈下的 這樣子的感覺 剛剛這個 陳澤剛才說 他連續投了那麼多的壞球 所以如果我們 還有引用棒球的狀況來看 他要下放小聯盟 小聯盟可能不想要 如果連小聯盟都表現不好 的話 他就要下課了 他就要下課了 那麼這幾件事情裡面 其實蘇主席的 站在一個最大反對黨 同時他的黨邊 又涉及在這個案子的核心 風暴核心的那個位置 他其實是要做一些處置的 第一個他黨內必須要有所的表態 然後他自己要有所聲明 然後套一句剛剛 陳澤勳講過的 自己刮過 把自己的鬍子刮乾淨了以後 你再去刮馬總統的鬍子 所以要去彈劾他 這個比較有利 結果事實上 你現在這個 你直接就把它升高到 一個憲政爭議的程序 說馬總統這什麼違憲 濫權等等 其實是給人家的感覺是 怎麼講呢 是有一點點沒事找事的感覺 我雖然這樣講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一點 站在一個反對黨的立場 他本來就是要找各種理由 甚至就是尖鋒擦身 去找執政黨的麻煩 講得好聽就要監督了 講得不好聽就是找麻煩 這個是反對黨的天職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能亂搞 特別是這一件事情 其實讓老百姓 看清楚的一件事情 我們的政治裡面 其實沒有那麼清楚的藍綠 老百姓群眾裡面 選民裡面 大家藍綠分得很清楚 可是政治人物 沒有那麼清楚 我們剛才不是也討論到嗎 王院長本身 到底是藍的還是綠的 為什麼現在支持他的 大部分是綠的 可是他是藍底人 我們剛剛沈大佬也講了 他到現在為止 還是永遠的 國民黨永遠的黨員 而且他不想離開 是終身的黨員 對不對 所以從表面上來看 他是很藍的 但是為什麼他支持群眾 是綠的 這一個涉及到 關梭疑雲裡面 有藍的有綠的 而且是藍綠合作 然後再關梭 藍執政之下的司法體系 所以換句話講 這裡面 藍綠都已經繳在一塊 我們的群眾是希望 我們以後有一個 比較澄清的政治 還是一個跟著一起混 一起和 剛才主持人 我覺得你講了一個很 有一段話你講得非常好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你剛剛講得很好 希望我們的立志澄清 政治清明 各位不是在反對黨 也不在執政黨 在老百姓 好 我們在休息片刻 待會兒就回來看 那接下來有 這個王金平的立法院 他應該怎麼做 他怎麼樣展現 他真的是一個 大家沒有辦法缺少的 一個立法院長 在綠的強力支持他的 這個情況之下 還在打官司的這個情況之下 接下來的立法院 我們應該怎麼看 休息一會 我們應該怎麼看